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朝下個星期六就到立 當中重頭戲長包山比賽一如以往 在星期日凌晨12點舉行 今年總共有九男三女晉身當晚的決賽 分別各族男子組冠亞貴軍和女子組冠軍的席位 主辦單位預料會吸引7萬人次到場 他們將會以一人一票 先到先得的方式在星期六晚派發1650張入場圈 給市民入場觀賞 為配合活動進行到時會有137個 包括文安隊、直女隊等工作人員在場維持秩序 警方也會派員在場外協助 而運輸署就說交通方面都會有特別的安排 渡輪公司會在活動完結之後 加開由長洲前往中環碼頭的渡輪 巴士公司就會加開去到旺角的通宵路線接載市民 部分通宵巴士也會改經中環碼頭 方便市民回到市區和新界 另外長包山之後的飄飾巡遊 主辦單位說最少有18隊參加 同以往相比主題會議諷刺時幣較多 但暫時不會透露確實內容而保持神秘感 ON 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